大家好,我是货帮胖子,我又来了 今天的话,我们来聊一下我之前写的一个微头条 就是关于工厂改革奖励的 我们昨天写了一个微头条 讲的是一个工厂,本来有四个人做一项工作 但是呢,就是说通过一个00后的改革 它就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把四个人的工作都做了 还是同样的机器 但是其实大家觉得是这个00后的能力比较强 还是指原来四个人比较傻 其实往往情况并不是像大家觉得就是说这个00后比较强 往往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改革 但是即使你完成了改革 你也并不一定能多赚到钱 为什么?因为首先你的改革没有专利 没有很多东西去保护 就说它并不会把这一份钱给到你 而是会选择就是说 OK,既然你一个人就可以做 那你一个人就把所有的工作都做了 然后我给你提高一点工资 但是这个提高的比例也并不是很高 而可能只是一点 然后会把你这种经验再推广到传场 等到所有的人都学会以后 那整体的用能量和这个就是说 待遇并不会有多少的提高 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做纺织厂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一个工人开两台车 一米步是两毛多一点 对吧?然后后来就变成一个工人开四台车的时候 它还是两毛多 但是外面的平均工资也已经翻了两倍 它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你可以做更多的活 但实际上你得到的还是你这个阶层的工资 然后在后面的是什么? 在后面后来喷气喷水上来了 但是给工人的钱可能一米步一毛钱都不到 这几分钱 为什么?因为喷气一天可以做几百米步 所以说它的效率提高了 但是它并不会给你工人的工资待遇多很多 你只要做的还是同一个工种 你就只能得到这个工种在当前社会的平均工资 它并不会给你抬高很多 为什么?它会觉得反正你能做 它也能做 它就还是给你这么多钱 所以这就导致就是说很多企业的员工 他根本就没有就是说去改革这些东西的愿望 因为改革了之后 你也并不会因为你的改革而收到一份合理的这个回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感觉 大家好 之前的就是说内部的管理性的 包括制度性的这种改革 并不会给就是说个人带来任何的收入 但是呢 如果你是在专利方面 比如说你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提高这个行业 20%的就是说产量 在原有的功能的基础上 或者是各种东西的基础上 那么你可以把你的这项发明进行拍卖 拍卖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说可以把你提高了这20%的这个产能 按照比例 就是说整个生产流量利润的比例 它基本上可以在拍卖的过程当中 就把这一部分的钱全部给到你 比如说你可以拿到 就是说整个生产流程15%的利润 或者10%的利润 然后剩下来10%可能是要过于上产 因为它在利用你这个发明 就是说获取利润的同时 它也要增加更多的成本 就是这一部分它要放进去 但是这一部分的钱 它不会流动到 就是说任何一个从事这个岗位 原来从事这个岗位的那些人身上去 原来那些人的就是说收入 它并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它只是说多了一个就是说提量的环节 那么提量的环节的这一个人 可以把这一部分的钱全部赚走 这个就是现在所有 就是说工业产品的一个现实状态 比如说你养猪 你发明了一种新的饲料 对吧 你这个饲料可以提高猪肉产量 10斤 就是说同样的周期 同样的钱 同样的饲料的情况下 用你这种可以提高10斤 猪肉的价格 那么你的饲料就可以比别人都卖 卖的贵 贵百分之多少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来抵消你所做出的这个贡献 但是其他产业链上的其他人 并不会因此受到就是说更多的收益 投资这个产业的人 可能受到投资额总额的 比如说总量的5%的毛利 那么他现在可能投资额从100万 变成110万 他的总量毛利还是5% 他可能会整个周期都赚一点点钱 他只有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我们这些 所有说在90%的就是说创新和这些 是在就是说一线功能的身上 但是呢实际上一线功能 却拿不到自己的这个创新 和就是说创造所带来的真实的汇报 这个就是现在 为什么一些功能的积极性 越来越差的一个比较本质的一个原因吧 今天记得这么多 谢谢